她是身价千亿的财阀千金 可她却每天在学校 被一个按摩女的女儿欺负 不仅时不时就要遭到女校霸 无情的嘲讽和侮辱 更是被逼着 当起了女校霸的提款机 只要她的财阀父亲送给她什么好东西 转头就要拿去孝敬这个女霸王 然而 面对着这种羞辱和霸凌 这个堂堂四星财团的千金 却从来不敢吭声 这让一旁的同学小美觉得很是奇怪 但是为了帮到这个千金 小美还是决定去告诉校长 可此时的小美还不知道 正是自己这个正义之举 将给她带来杀生之祸 原来 这个女霸王虽然是出生在单亲家庭 是一个按摩妹的女儿 可她的生父却不是一般人 她的生父就是最阴险的大检察官 尹熙悦 同时也是未来总统的最大候选人 在韩国别说是校长了 就是财阀见了她也只能低着头 果然 收到举报的校长 如若真真地说了女霸王几句话 就赶紧地把这个祖宗给放了出来 就这样 得知有内鬼出卖自己的女霸王 被抓出内奸更是叫来了外号府山浩南哥的老公为她作证 看着女霸王凶狠的样子 小美知道自己今天在劫难逃了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男生 却忽然杀了出来 看着男孩因为自己被毒打 小美再也忍不住了 就这样 可怜的小美被女霸王带着几十个人 在全校面前暴打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在为正义的小美惋惜之时 她们却忽然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 这个女孩好像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不管她遭受到何种致命的暴击 她永远都能再次地爬起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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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